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仿杀鸡花絮 前后对比太搞笑 网友评论 年轻有活力 UNIQ王一博越来越搞笑了 以前的帅气封面丢了 又蒙又搞笑 你们见过吗 没想到 一段王一博旗旋转机器的花絮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他的认识 原来他只是荧幕前的一个外表 其实是个有去反差大的人 据说王一博出道前是王甜甜 因为长得可爱 笑起来甜甜的 后来变成了帅哥 因为不笑的时候气质有点冷 有一种气质距离感 如今长大成人的他回归现实 搞笑天反差萌 王一博的新剧《天空之王》发布了片花 他扮演航空式飞员的角色 接受体能训练时 没想到王一博用力表演打脸戏 众所周知 王一博的身体素质很好 他有着娱乐圈运动员的称号 男孩子跳舞是天生的 看到王一博上旋转机后 他自己也超级兴奋 开始哼起歌来 甚至有种蜘蛛侠的感觉 结果 孩子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高估了是飞员体能训练的强度 随着旋转力度的加大 王一博开始消瘦 脸上也明显冲血起来 挣扎之称的表情也逐渐转为忍耐 可见这种强度非人所能及 科普一下 这种失重训练比所谓的过山车还要剧烈10倍以上 再加上360度的旋转 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难以承受 体质不过关的人标准不允许尝试 好了 我们了解后 再回头看王一博 体验完旋转机后 他一下来的那一刻 腿脚发软 走路都轻飘飘的 这就是失重后身体的变化 需要慢慢才能恢复 这个时候的王一博 内心五味杂沉吧 看着有些心疼 不知道为何 我还是忍不住想笑 因为他的那个呆萌的样子 挺好笑 估计自己没想到是这个迥样吧 自己不酷了 更搞笑的是 站在一边后 自己再恢复 却忍不住差点吐了出来 瞬间急心疼又好笑 孩子果然是年轻 网友评价道 上去一条龙 下来一条虫 实力展现了什么是年轻气盛 虽然有点调侃 但是大家却是超级喜欢的 因为王一博是个在我们眼中 体能超好的那种运动系男生 更是一个酷盖 居然会呈现这么一面 反差感很强 特别是他那个呆萌的落差感 真的太好笑了 这么真实的表演 我们反而更加喜欢了 他的这个表现很真实 就是上去的时候 好兴奋 一切充满新鲜感 下来后 我是谁我在哪 一整个生无可恋的样子 是不是演绎了我们尝试一件 自己没做过的事情的样子 很真实的一个写照吧 不知道为何 我们没有带着些许的同情跟心疼 反而就是想笑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王一博在很多人严厉 是一个有实力的 体能也厉害的存在 居然也有他不行的东西 由此可见 拍摄这样一部作品 让我们看到了是非原幕后的故事 他们的付出 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最后呢 像航空是非原致敬的同时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这样一部作品 这是展现我们大国自信力的一部作品 航空军事实力的呈现 航空之王4月28日 全球同步上映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下期待